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国务院再指示三个部委 今天召开记者会联手稳经济 确保一季度经济开举良好 2019年第一次的降准 今天落地 A股因此而上升 人行表示降准跟吻汇率并不矛盾 美联储的前和现任的官员 纷纷表示或者是暗示 美国的加息周期可能战告一段落了 这跟美中贸易协定 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文汇今天会谈一谈 近上个星期 国务院委员会表示 要努力实现一季度平稳开局 多管旗下稳运行 稳就业之后 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 表示在当前的下行压力之下 要顶住这个下行压力 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多个部委 已经召开了记者会提出了 他们要稳经济的一些措施 昨天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第二次全体会议 讨论你提请13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还研究了部署一九度经济工作 李克强说 今年中国发展的环境更加复杂 困难挑战更多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政府工作坚具繁重 统筹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节构 惠民生防风险工作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要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那么今天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面 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相关负责人 都介绍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情况 发改委副主任林文良就谈到了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 发改委部门直接审批核准项目的规模 再减少 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重在形成精准投资 有效投资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 在投资重点上突出补短板 在项目选择上 突出已经纳入规划的项目 在投资决策上 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 坚持不短板 稳投资和防风险 有机统一 那么从今天的记者会上面 我们听到发改委表示 坚持不会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 这跟昨天国务院的全体大会当中 也谈到了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是同样的 表示这是市场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 同样的面对经济下行 今年大家对于财政政策的既望就更大了 什么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么财政在相关方面 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动作吗 今天在同样是国新办的记者会上面 财政部官员就表示 会大力会有更大规模的减税 有这样的一句话 政府要过紧日子 大力压减一般性的支出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鸿才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2019年中国会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坚持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负担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规模 这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许鸿才对此就强调 这不意味着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 要在发挥政府规范举债积极作用的同时 进一步规范债务管理 严控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 实质上是指的地方债务 专项债务在增加 但是管理是要规范 风险要防止 许鸿才强调该保的支出 必须要保障好 比如说增加对于脱贫攻坚 三农结构调整等等领域的投入 还有民生相关领域的投入 而该减的支出一定要减下来 政府要过紧日子 大力压减一般性的支出 严控三公经费预算 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 财政部已会配合相关的部门 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 受惠保险缴费负担 同时会清理规范收费 加大对乱收费的差处力度 我会来一谈 其实我们看这个财政部的表态 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落实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但是自然就会出另外一个问题 你这个收入减了支出怎么办 所以他提得非常明确 就是要过紧日子 所以一边是减税降费 一边就是紧日子 它是一个货币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有别于传统的 积极财政制的 传统的积极财政制就是说 多支出 有赤字 然后多支出之后 就带动整个相关的其他的支出 包括消费 它有一种外溢的效应 但是从中国今年的 这个现实情况来看 就是减税降费的呼声很大 压力也很大 动作我们预期可能也会很大 比如说像前段时间 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的 每个月10万块钱以下的 这个减免 其实就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刚才又提到 对这个制造业增值税的这个减免 所以大家普遍预计 如果说你减两个点的这个增值税 那么另外一边 在支出那边怎么办 就是一定要过紧日子 刚刚我们听到了发改委财政部 还有央行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看 央行在最近如何稳经济 有些什么的货币政策 那么其实在刚刚中央各部委 提到了今年稳经济的措施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各个地方政府部门 他们今天是 今年是如何来规划 他们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的 尤其是2019年的经济 确实是不那么容易 最近各个地方政府 都在做政府工作报告了 多个地方都公布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正网说新基建成为投资重点 什么叫做新基建 引述的是发改委副主任林维良 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2019年中国会围绕建设改造 两个关键词加大投资力度 建设包括了加强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5G商用步伐 改造就是指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所以最近从北京 天津 江苏 河北 四川 安徽 福建等等这些省市 在召开相关的会议 或者是探讨今年的政府工作计划的时候 都谈到刚刚那些方面 武制互联网改造还有人工智能 另外北京市市长陈济宁 昨天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这么说 为了激发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潜力 北京会出台繁荣业兼经济促消费政策 鼓励重点街区和商场 超市 便利店 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非常的实际 那么最近中国的省级地方两会 在陆续召开 中国新闻网说 到星期一为止 已经有北京 天津等10个省市 召开了省级两会 其中天津 北京 安徽 江苏等地 都下调2019年的GDP增长目标 比如说北京今年计划安排在 6%到6.5% 天津增速今年预计在4.5% 安徽7.5%到8%都是下调的 不过江苏去年的经济总量规模 已经达到了9.2万亿元 江苏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了9万亿 那么来自于昨天出席 亚洲金融论坛的会控行政总裁 范宁就说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大概是对6%到6.4% 中国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还要看 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 今年大概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货币政策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降准 就是去年 今年年初开始说的全面降准 其中的0.5%的全面降准 是在今天落地了 也支持的今天的股市大幅度的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 上证宗旨上升1.36% 深城旨上升1.86% 创业板上升1.63% 那么除了刚刚谈到的央行 今天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释放超过1700亿元的流动性之外 财政部发改委等等 都宣布会加大推动实施降税减费 和制定措施稳住汽车 家电等消费 连串利好因素 推动今天的股市上涨 港股今天涨531点 日本股市上升0.96% 亚台区股市今天基本上是造好的 亚行副行长朱贺欣 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就表示 虽然当行市场对降息比较关注 但从结构上看起来 货币政策已经围绕薄弱地区 重点领域做了各种领域 总体看起来货币政策 在实体经济的作用 已经越来越发挥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让已经有的政策 进一步发挥作用 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动态的评估 他也说从2018年以来 人民银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且根据形式前瞻性地采取 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措施 当中有几句还是需要 跟各位报道一下 包括了他们说 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结构上加大定向调控 精准低贯的力度 同时采取多项措施 输导货币政策的传导 还有一个就是 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 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 进一步提高利率定价的市场化水平 还有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 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对央行的货币政策 和接下来的人民币汇率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的外汇总和 从央行行长 在副行长今天在这个国新办 记者会上的发言 可以看起来保持中国的流动性总体 充裕是目前比较重要 因为接近年底了 所以对钱的需求还是大 尤其是历年的规律 看起来1月份是税收大月 所以昨天跟今天 央行都开展了逆回购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民币汇率到底应该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中国来说是最有利的 今天我们看到国家外管局 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缪延亮在CF40表示 未来应该继续提高 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不需要也不应该守住任何的点位 他说汇率改革有路线图 但没有时间表 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 汇率改革正当其实 汇率改革跟配套条件之间 应该要协调推进 究竟应不应该守住 7这个点位 市场能决定吗 来看一下今天的汇价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 今天爆的是6.7542 上调18个基点 离岸价今天在6.7451到6.7468 在岸价曾经高见6.7383 今天收盘上升34个基点 爆6.7544 人民银行表示 去年中国的新增贷款增长 接近两成 而中国金融风险总体收敛 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 人行初步显示 去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6.17万亿元 爱年增长26,400亿元 增幅19.51% 多增量是2017年同期的三倍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 也有发现 就是去年12月份 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10800亿元人民币 预期825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去年12月的 这个新增人民币贷款 还有社会融资规模 达料12月份达到了 15900亿元人民币 也都是双双超出了预期 那么去年12月份的 新增人民币贷款 跟社会融资规模超预期的同时 M2符合预期同比增长8.1% 略高于11月份 M1不及预期 同比增1.5% 跟11月份持平 继续处在2014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我们请回来做点评 其实从这个央行的发言表态来看 要非常关注一个词 就是逆周期调节 因为逆周期调节 在中文经济公司上提出来 但是你看很多其他部门 它没有特别地强调这个词 比如说财政部 说是要过紧日子 当然它会对重点领域的支持 有所加强 但是一般性的支出要压缩 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 它其实能够做的空间 因为你考虑到减税的成分 减税也是一个很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在支出方面 它能够做的其实是有限的 当然发地方债等等 它是可以做 但是总的说不像以前的嘛 有效了 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重点突出逆周期调节 今天这个朱贺星副行长 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从12月份的 无论是贷款的数据 还是社会融资量来看 都已经体现了逆周期调节了 但今天是降准的第一次 0.5个百分点 未来还有0.5个百分点 其实你看我们说 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工具 像里面的工具 还没有使用 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 让以前的货币政策 零散化的 给它回归一个正常化 这过程当中 就可以发挥你周期 比如说以前都是什么 中期借贷便利等等 那些很多 我们都看不懂的这个工具 也搞了很多年了 那这次你说干干脆脆的 就是把比较高的准备准率 降下来嘛 你现在看 但其实未来还有这个空间 可以这样 让大家都回归一个正常的 一种准备准率 那么另外就是在其他的货币政策的 因为中国它是个转型经济 像汇率的问题 像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它都可以在一个相对好的环境里面 去推进 可以这么说 就是财政部今天表示的是 政府要过紧日子 所以同时要加大的是减数的歌目 也就是这个让企业更多的 在目前的环境之下 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另外在央行方面 逆周期调节 汇率和利率 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也是市场可关注的 下期会儿 现在消息到时候见 欢迎回到金市财经 英国国会今天晚上的投票 有可能会决定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前景 因为英国国会将会对于首相 特雷沙美的脱欧协议要投票 特雷沙美在之前就再次呼吁议员们 要再看一看他达成的英国脱欧的协议 但是各方预料说 可能会遭到高票的否决 不过今天英镑居然上升了 主要是又有消息说 英国可能会押后脱欧 英镑对美元连升了三天 今天最多升0.3%到达了1.2916 至于美元会价 今天最多跌0.5%到达95.466 最主要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美联储现任官员和前任官员 觉得这一波的加息 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美元会价今天在95.46到95.7上下 最主要是美联储的副主席 Richard Clarida就说 2019年美联储的实际加息次数 可能要少于之前官方的预期 这是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的暗示 他表示一些全球经济增长数据变得疲软 在评估适当的政策时 他说今年美联储是能够保持耐心的 这跟近期主席Bauer的口风是一样的 两个人都强调评估政策更依赖经济数据 而不是预设的路径 至于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在NRF2019年年会上就表示 经历过2019年的强劲增长之后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 预计低利率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很可能已经见证了 本轮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耶伦是星期一在全球零售业 最重要的年会之一 全美零售联合会 也就是NRF年度展会上表示 经历过2018年的强劲增长之后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 他也说美国零售业对2019年前景更为谨慎 担心全球经济数据降温和市场抛售 由于经济不确定性 而联储已经听到有关商业开始 将投资计划暂时搁置的传闻 一些原本被考虑的投资 包括了零售升级和供应链等等 现在都可能要暂缓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中美贸易摩擦放缓 当然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看看中美双方的官员 最近有些什么样的谈话 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 昨天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的时候说 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 双方应该在互信原则下保持沟通 坦诚 平等的协商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就在此表示 不会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 而责怪中国 他是归咎于之前的美国领导人 他相信可以跟中国达成经贸协议 来结束中美贸易摩擦 这个官媒中美贸易纷争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就解决 各方看法不一样 特朗普现在以下所有信心 一方面会对中国施压 但总而言之 我们看起来 如果对中国施压的时候 不管是中国的企业也好 或者是跨国企业也好 一方面你能够打进中国市场 又或者是守住中国这个市场的话 任何经济上的风浪 应该都能够守得住 尤其是中国 未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 什么时候几年之内呢 阿里巴巴总裁Michael Evans 同样是在纽约举行的 全国零售联合会年度贸易展上发表演讲 说未来十年 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消费将成为GDP占比当中最大的一部分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他们想买的东西 大部分都不是在中国生产的 意味着就是要从国外进口 他特别谈到了 中国现在有三亿的中产阶级 在未来五年 另外三亿到四亿人口也会进入中产阶级 说这是一个大多数小企业和零售商 都无法忽视的巨大市场 但这需要时间 谁能够进入中国 时间会证明一切 其实今天这个讲话非常重要 他讲话的场合是什么地方 美国全国零售商大会 阿里巴巴的总裁 现在看来像是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名字 Michael Evans 然后他说了一个就是说 第一 未来十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这个不是说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 厉害了我的国 而是中国真的会成 所以昨天咱们说到商务部 他说中国正在迈向全球第一商品消费大国 因为没有出美国的数据 我们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你对比之后 去年是不是第一大的商品消费国 但是这个Michael Evans 还突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说未来几年 在中国卖的商品 是来自全世界的 所以这个时候阿里巴巴 他还做这个网络 就是说进口的网络 我们开进博会 我们等等 所以未来全世界是一个更为平衡的一个市场 因为你一个大国 它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成熟度之后 它必然要转向一个卖全球 卖全球的过程 接下来马上听回来谈谈 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美联储在今年是不是加息已经暂停了 减息呢 虽然预算在增加 但是呢大家不这么觉得 我们就马上看一下 就是家庭交替周期 跟中美贸易协定之间究竟有哪些关联 耶伦这个讲话非常重要 他虽然是前主席 但是呢 就是他在自己任上 就开始考虑怎么样缩表 怎么样加息 所以他对这个动态的把握 是非常精准的 同时呢这个市场的反应 和美联储之间的决策的这个机制 他也是非常了解 所以他今天提出 他说是不是已经度过了 最后一次加息来 看起来有点吓人一跳 但是确实反映了美国市场的担忧 因为现在全球经济 它都在放缓 你可以看到 12月份中国的外贸的数据 不要光看中美贸易的 引起的这种两国之间贸易 而来看中国对日本 对欧盟的出口 还有从中欧盟日本来的进口 还有整个产业链所反映出来 其实全球经济正在迅速地放缓 所以美国经济不可能独产齐心 但是你从美国现在的宏观数据上表现看 还是不错的 你看像什么就业率很高 通胀不是很高 对吧 然后其他的都还比较稳定 但我们说这种均衡 它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所以下一步到底怎么办 看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现职的美联储的官员 理事们也好 主席也好 倾向于逐渐地叫停加息 所以对今年预测的加息的步伐和次数 就和两个月以前 那个既定的步伐完全不一样 有点像耶伦在16年的情况一样 当时预计加三到四次 结果他就加了一次 那今天是不是只加一次 或者说至少上半年 先安兵不动看情况怎么样 按照我们说反过来说 这里面就体现美国经济 其实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虽然现在的数据还不错 那么怎么样把这种不确定性 给它减除呢 就是中美的贸易协力 变得非常关键 我们就回到刚才 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讲话 当然这个人咱们比较佩服他 他就永远是充满活力 永远在一个竞选状态 永远对待支持者 一堆一堆地往外讲 但是他传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 他说中国想谈判 其实他自己也想谈判 如果说他自己不想谈判的话 他不会说这个话 当然就是他也谈到了 两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非常大 而且呢我们从前一段时间 两国的这个谈判 虽然谈得比较胶着 谈的时间也比预计的要延长了 那就和以前的一定要对比 要重比的看 就是有的人说对这次谈判不满意 因为没有达成一个东西 因为腹部级谈不可能达成东西 它只是技术上的细节 和以前对比 就是以前可能是互相指责 尤其是美方 他来了之后他指责你 他不想去达成协议 你看他这个心态 那么这次来他那么辛苦 其实他想达成协议 但他有很多要求 什么可核查 对吧 什么可怎么样 他有很多要求 那这好说明 他是比较认真的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在期望 其实全球的市场都在期望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包括像慕鲁钦讲的 这个月稍后 是不是中国代表会来到美国 和他们进行谈判 那么怎么一个谈的方式和方法 其实美国那边 从这个暂停加息过来的 这个宏观背景 到美国总统的表态 其实对无所暗示了 谢谢文辉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